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完却还在笑 是不是少了一点同理心 开开自己玩笑 不是被家暴 只是正当男投败选后 被点名是战犯之际 讲完不仅连续两天 公开合体侯友宜 人群爆炸下 还向侯友宜递出声势之手 暖心护送 看似象征 侯奖同盟 主动帮侯战虾 况且即便选前职业后一没现成 党内力挺依旧多余骂声 或许也是TVBS2024 民调显示 来应只有他能胜过赖心得 但此时国民党副主席 却对郭台铭再度展开双臂 不管郭总长也好 其实这些前辈们都有合作的空间 我个人是不太主张 总统大选会走上所谓的国民党党内初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言下之意是直接这招更有利 偏偏选前发文吹票的郭台铭 也没能帮助南投蓝军逆转战局 有传言指出郭台铭影响力似乎有限 时隔两天当事人终于展开失票之旅 对败选原因不想多提 指出了蓝营优势选区 似乎也连带打乱 2024布局 TVB圈陈家卫政委和追踪局 台北南投报道 蓝营输调选战 TVBS最新民调数字也出现变化 2024支持度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赖清德的差距缩小了 大大看板上头 直接挑明2024立体赖清德 这挂的地点就在细致南港交界处 民进党新系议员开第一桥 新北市长议员率先挂起了支持赖清德的看板 而据了解赖清德自己也有经过的时候 瞧见了正面看板表示感谢 时间点就在南投立委补选赖清德旗开得胜后 这看似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 下周也就是3月13到17号 绿营总统选举领表登记正式起跑 确实补雪这一仗同时民调也出现变化 侯友宜没去选前之夜引起热议 似乎也呈现数字上 截至3月3号晚间10点 TVBS最新民调2024总统大选支持度 侯友宜减为32% 赖清德28% 两人差距从原先的9% 缩小到4个百分点 尤其在中张投地区 赖清德增加为28% 侯友宜下滑一成多 不过对战组合若是换成赖清德 郭台铭 柯文哲 赖锅平手 换句话说 侯友宜目前还是来赢最强人选 也难怪曾精准预言九合一大选的 日本政治学者小利元心信 看完补选结果后 就说这次胜利 虽然对民进党有利 但没改变选局 2024总统大选蓝绿还是五伯 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我相信这个选举是对于执政的考验 那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就算曾经演示2024日本人选 现阶段也只能团结为重 TVB的新闻和家长张明和李座海 SN小组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公布 4月访美规划 将再度去哈佛大学交流 而外界瞩目的华府官方拜会 变成隐藏办行程 在美国当地的邀请坛曝光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将去休斯顿学术交流 网美规划正式公布 将再访哈佛大学 他在哈佛有一个演讲活动 跟他们的师生做一个交谈 除了跟哈佛学者对谈 柯文哲第一站到纽约 会去哥伦比亚大学座谈 跟桥界参序 并拜访政策委员会 12号到波士顿 也会参访生物科技产业 接着华府五天 有大学智库演讲 拜会国务院跟参中议员 最后一站休斯顿 一待一个星期 但还是有隐藏版行程 没列出 不会去官会吗 当时会派适当层级的来接见我们 柯文哲能见到的美方官员先保密 倒是下乡计划同步启动 先锁定蛋黄议题 3月16、17号 首站将到鸡蛋产地大县彰化 请听在地产业声音 不管是企业 小农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商家 都希望能够更加了解 产地的需求 那在了解台湾的 这个中小企业来说 其实中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柯文哲积极备战2024 蓝白河摆一边 就算国民党 以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被看好 想促成双方搭档 民众党直接了当给答案 对内打地基 对外也要有斩获 柯文哲才有本钱 和蓝绿在总统战场 一较高下 国际焦点来关注俄乌战争 乌克兰到底要不要撤出巴赫姆特呢 总统泽伦斯基今天邀请了 高阶将领一起商讨 两名最高阶的指挥官建议 应该坚守到底 不过巴赫姆特已经遭到 俄军的三面包围 瓦格纳佣兵团不但步步进逼 还拍下了乌克兰士兵 被逼到墙角举手投降的画面 瓦格纳佣兵就在巴赫姆特市区 和乌军短兵相接 大打上战还拍下了这一幕 把乌克兰士兵逼到倒塌房屋墙角 赫令对方举双手投降 瓦格纳还搜集了乌军的军盔 堆成一座小塔 当作是进攻巴赫姆特的战利品 俄乌在这里激战超过七个月 要分出胜负了吗 乌军前线将领形容这里有如炼狱 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俄军声称三面包围巴赫姆特 但是美军退降领似乎不这么认为 俄军虽然猛攻 乌克兰这一方声称 目前在巴赫姆特西南防线 还是把俄军打得落花流水 在巴赫姆特的西南边 战火还没有进展到近距离的巷战 乌军透过无人机侦察在轰炸 从装填炮弹到发射 短短六秒击退瓦格纳 瓦格纳佣兵在夜色掩护之下 发动人海战术一波波攻击 但是乌军隐身在攻击位置发动突袭 在这小房间里面 实际上就是抗恶最前线 这当中还有一队是负子党 只是巴赫姆特确实守得辛苦 连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都说 不排除撤退的可能性 若真的撤退会对战局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退役美军将领认为 俄军在此要推进一寸 都得折损大批伤兵 代表进攻战力吃紧 大打失算 而巴赫姆特在历经7个月的激战之后 全城硝烟四起 整座城市向在闷烧 就算夺下战略价值也将大减 但是此刻 俄军又在把空袭攻势 继续往西推进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居民随手一减 就是轰炸过后的弹体残骸 哈尔科夫的酷皮杨斯克 另外还有更北边的苏梅 都是俄罗斯新一轮轰炸目标 眼见俄罗斯在为新一波的攻击开辟战场 美国之前说不给F-16的立场 还能坚持下去吗 传出已经有乌克兰的飞行员 到美国的空军基地操作模拟器 这就引发了外界联想 会不会是为了迎接美国战机做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一年了 耗损大量的人员跟武器 英国国防部最新情报竟指出 俄罗斯由于弹药短缺 新兵在乌克兰战场上 竟然得以铁铲进行肉搏战 想先用交易记者李作合 好你有想过战场上 竟然是要拿着铁铲进身肉搏吗 这个行得通吗 我们来看到是英国国防部 他们说有个情报 是讲到说 俄军的预备役被通知 要去攻击乌克兰建地 那么只攜带的是 只有火器以及铁铲 什么铁铲可以这么厉害呢 这铁铲号称是1869年诞生 正式的名称叫做NPL50 不过英国国防部就说 如果把这种挖钩渠的工具 杀伤力在俄罗斯 已经被神话化了话 假使继续使用这样的铁铲 作为武器 那将凸显这场战争 已经是变成低科技的旧搏战了 而俄罗斯的弹药短缺 还是坚持由地面的步兵 来进行进攻 不过这项消息 BBC就提到说 没有办法核实上述的内容 英国国防部也没有说清楚 到底这情报的来源是来自哪里 不过确实现在 俄乌还是持续的激战 尤其我们看到 在巴赫姆特对内刺客 这几个地区 战况还是相当危急 那么到底乌克兰军队 要不要来撤离呢 前英国的陆军总参谋长 就提到说 巴赫姆特已经是让很多的 俄军丧命 那么乌军撤到更具防御性的防线 应该是合理的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避免会被包围 而俄军的攻势 未来他也预料说 会再持续的加强 乌军在春末下出的时候 应该要利用西方的军援 掀起一波强大的反攻 俄军在巴赫姆特战役 占了上风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 特别前往盾内刺客 跟马里乌普尔视察 现在最新的卫星照发现 俄军在控制 扎普罗热的核电厂之后 还盖了一道围墙 在没有会同专家的意见下 自己大心土木 恐怕会加深核灾风险 战车炮弹一字排开 不远处还有一大群 看似刚几节的士兵 准备挺进沙场 俄罗斯国防部 透过宣传片 昭告天下 他们还要继续打仗 而且会派更多人上战场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 也罕见搭乘军机 到盾内刺客前线视察 萧伊古先是站在 残破建筑视察 不久后又在秘密地点 表扬士兵 萧伊古后来也去了南部的 马里乌波尔 俄军磨刀祸祸 持续锁定 炸波罗热一带攻击 附近小镇 每天炮声不断 眼前的专造房屋 早被炸到稀巴烂 但其中一间门口 还堆满沙包 原来里头的居民 仍不愿撤离 但各界最担心的 还是被俄军占领一年的 炸波罗热核电厂 卫星较直击 这里的核废料储存区 去年八月时长这样 但上月底却突然出现 一道宛如墙面的建筑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说 这是为了抵御乌克兰攻击 所打造的防护设施 俄罗斯对核电厂动手动脚 让乌克兰核电业者 看了胆战心惊 却无能为力 俄罗斯一年来 不只把核场当成军事基地 摆放大量的军车 上个月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 指扣俄军开始把动员来的新兵 先集中到核场再派往东部 并陆续派国民卫队巡逻电厂 电厂军事化后 曾在去年9月和11月接连运行 以及至少五次的中断电网 专家担心核场内专业员工 剩不到一半 缺乏维护恐怕才是隐忧 乌克兰先前早猜测 俄罗斯真正的目标 是将炸波罗热核电厂电力 供应到克里米亚 如今电厂深陷战火 欧洲核载风险跟着攀升 由于扎波罗热核电厂位 在欧洲大陆正中央 一旦出事辐射成飘散 影响范围恐怕是辅导 或承诺比核灾的十倍以上 而这场战争早已波及到海洋侦态 乌克兰黑海一带 图滋力河口自然公园 战争以来就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海豚骨骸 专家估计这里至少有 五万只海豚因为炮弹 潜舰舰舰变多而丧命 就连鸟类都受影响 乌克兰痛批俄罗斯的入侵战争 某种程度也造成生态灭绝 未来他们将一一搜集相关证据来向俄罗斯 接下来关注美中两大强权最近平平在军事上较劲 大陆公布了2023年解放军的预算比去年大增了7.2% 而美国一支陆战队南加州进行10天模拟了跟中国大陆开战的演练 还把各个军事基地当成海岛 中美两国似乎都在为可能的开战预作准备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毕业演说 在人大会议上一小时工作报告 不忘提到台海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毒促统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竞争 反毒促统挂嘴边 同一天大陆公布2023年度国防预算 年内一兆5537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6.8兆 年度增幅7.23年来最大 国防预算狂增 竞争对手美国睁大眼睛在看 美中军事对立 尤其关注台海南海西太平洋战略 因此美军最新演续就是模拟跟中国开战 去年才在夏威夷成立的第三陆战队滨海团 现身南加州十天 派人数更多扮演解放军的地主第七团 非实弹射杀 架架模拟射击 两边军团用环绕洛杉矶的四座军事基地 假装捣链作战 随时进入战况 模拟中阵亡的部队就会被拉下场 最后结果扮演美军的第三陆战队滨海团 挡住攻势 判定胜利 而制裁关键就包括陆战队F35战机 陆战队版本的F35可垂直起降 不需要长跑道 最适合海岛战 另一个工程还有它 不只能投弹 现在战争最怕的就是无线电讯号 吐露未知 此生无人机能远距侦查 回传资料 可能也是印太甚至台海冲突 关键武器 第三陆战队滨海团 4月将前往菲律宾再度模拟作战 他们去年就参加过印太的 歼并歼二二联合军演 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 特别独立出滨海团 就是美国为了印太可能冲突 量身打造 日美军还在规划 2025年在冲绳成立第十二陆战队滨海团 直接部署第一岛链 美中竞争白热化 虽然战争冲突不是马上爆发 但从增列预算还有模拟作战 两大强权不约而同都积极备战中 预编新闻中央报道 因应中国犯台可能采取的两栖登陆 国军将在三四月期间 在全台被列为红色海滩的区域 进行登陆攻防模拟及运捕演练 台湾哪些地方是共军可能登陆 抢滩的海滩呢 再请坐横告诉我们 好 为了因应中共犯台 有可能采取两栖登陆的方式 所以国军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将会进行一连串的模拟演练 那么模拟的当然就是 共军的两栖登陆了 而从这模拟的项目当中 也可以发现到说 大批的兵力重装备 脱降的方式送上岸 还是共军的首学 所以整个在模拟的上的兵力 也是部署在这非常的多 那么其实在这份里头 也有提到说 这个平谷共军 他们主力登陆 也就是所谓的红色海滩 包含了像是领口的宝斗错 桃园海湖 以及台中 甲南 台南喜树 这些地方 另外近年军演实施的海滩 则是包含了台东资本 花莲 北埔等地 所以其实这个地区 是有一些些差别性的 但是未来也不排除说 有可能共军 可能采取多点齐发 这样的模式 未来面对这样的威胁 现在我们要加强战力 就要特别留意到 因为国军在备战反登陆上 火炮缺乏机动 这个也是一大隐忧 另外是在主战的装备 设在摊案的话 很容易会被敌击一锅短 近年两岸关系紧张 蔡政府透过价值观外交 积极拉拢国际民族盟邦 那么共同对抗中共的禁兵 然而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 有46%的美国人 是反对派地面部队援助台湾的 日本民调更高达74% 反对自卫队介入台海战争 似乎跟台湾的期望落差很大 美军强化来台协讯规模 不仅人数增加 内容也从战绩层级 提升到战术层次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军在台人数将扩增到四倍之多 不过这与一般民众认知的驻军 仍有落差 他用的词是deploy跟present 也就是派遣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驻军station 事实上中共向来也就把美军驻台 这件事情视为一个红线 所以我不认为说美军会刻意的强调 是驻军去挑衅中国大陆 那我们这边假如说 把它解读成是驻军来讲的话 不仅跟事实会有些差距 而且对于我们现在 希望尽快恢复两岸之间的对谈 跟互信来讲 也不会有正面的帮助 台湾在美国整体印太战略的重要性 洞见观瞻 然而美国大兵是否会为台海战争而流血 却是另一个课题 根据美国拉斯穆森报导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有42%的美国人支持地面部队协防台湾 却有46%反对地面部队援台 而高达79%的美国人 赞成用经济制裁中国大陆 显示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 在本身国内就有高度争议 真正在国际政治上 不管美国或日本 看起来跟我们有多友好 我们维持的始终是一个非官方关系 交情归交情 可是回到国际利益现实 甚至回到国家安全的时候 在政策上 人家的决策跟判断 不会是像民间交流那样子的温暖 或讲到感情的部分 美国的忠诚盟邦日本 对于介入台海争端 态度更加反对 根据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民调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74%的日本受访者 反对自卫队与美军联手协防台湾 而日本经济新闻 更发布一篇没有消息来源的报导 指控九成退役国军到中国大陆 还说蔡总统至今无法掌控军队 报导意在塑造台湾 自身都没有抗敌意识 日本又何必出手相助 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之下 民主国家共享的自由理想价值 终究比不上自身的国家利益考量 所谓盟友的支援 恐怕也比想象中更加脆弱 更多的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台湾要维持自主性 除了盟友的协助之外 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准备 国防部也因此修正了 全民防卫动员法的准备法 然而其中却把魏成年的学生 也纳入造册 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 迫于压力 国防部也紧急喊咖 但种种迹象也显示 台湾对于战争的准备 其实没有凝聚足够的社会共识 这次权动法修法内容 包括对16岁以上学生进行动员造册 必要时对媒体网路那边那管 但详细做法却语焉不详 引起社会轩然大波 根据现行法规 16岁青年负责的任务 是协助当地军警单位 担任交通管制 情报传递 运输修护等等 虽然战争是总体社会的动员 但对抗敌军的主力 终究是正规部队 然而国军无论是现役 还是后备部队 从训练到装备 都还有不少改进空间 此时却开始考量 将未经训练的青年 投入后勤工作 无疑是本末导致 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被疫的预算都投入不足 那如果你还要去造册 把所谓未成年的人去做造册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在实际上作战 发挥的效果并不大 将来我们面对一个 要用高科技打赢局部战争 假想敌的时候 我们却用一个消耗战的方式 想要以小敌大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危机 台湾目前国内氛围 对外寄望于美日盟军支援 对内准备则分不清轻重缓急 面对冲突就怕敌人还没动手 自己国内就先乱成一团 TVBS新闻立位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至今晚的十点不一样精神来关注 现在什么都在讲这个话题 民众很有感觉 但是惨的是 这一波可能还没讲完 乌尔战争已经打了超过一年了 通膨灌瘦持续的发威 而台湾也在受害名单当中 以影响最为剧烈的能源来看 去年台电跟中油不停的补贴亏损 但是看这个庞大的数字 黑洞根本没办法补足 就怕再撑也撑不了多久 转眼间乌克兰与俄罗斯 已经打了超过一年时间 而这场战争影响的不仅是两国而已 对台湾乃至于对全球 所造成的重创不在话下 而其中通膨海啸 就是党也挡不住的第一线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通膨 那我知道政府其实花了很多的努力 在解决通膨 例如说在中油在台电 电价跟油价尽量的动涨 可是我们看到台电跟中油的累计亏损 已经非常的大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直拖 我想不是一个办法 掌握石油和天然气 俄罗斯手上有着另类战争武器 能源价格飙涨迫使通膨更加恶化 看看台湾2022年的天然气进口 总数量约为两千万吨 较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五 但是总支出却狂飙了百分之九十三 高达六千亿元 而这今天数字是2022年 政府总预算的近四分之一 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 我认为这今年下半年会比今年上半年来的好 其实我们主机处所衡量这个物价指数的指标 它有一点失真 跟老百姓平常的感觉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目前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的所得没有增加 可是呢我们的通货膨胀持续的增加 摊开台湾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为百分之三点零四 数字上比去年十二月欧美国家平稳许多 但这却不是物价的全貌 追根究底台湾高达九成以上能源 七成以上粮食为仰赖进口 而中油和台电两大国营事业 默默把自身亏损为代价 把庞大的物价涨幅一肩扛起 去年中油全年吸收油价涨幅 达到了455亿元 数字为前年的超过五倍 台电状况更惨 亏损达到了2675亿元 负债比率飙到94.5% 欧洲他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库存 在今年冬天是个暖冬 所以他有很多库存量 那他现在就是说可能抢的没有那么凶 那我们至少看起来他的 全世界价格已经回稳 已经往下跌了 那当然比原来的过去平均价格还是来得高 我们因为要做能源转型 所以我们国家把一些相对比较低廉的电力 包含核能都要从我们的这个发电序业里移除 那大量的要使用天然气 那刚刚有提到天然气的价格 现在在国际上还是一个走高的 经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补贴 然后才这个比较稳定 那如果政府没有补贴的话 那势必这个国云的事业势必它要反映价格 所以说假象好像也可以 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被扭曲的一个价格 苦撑还能撑多久 而在放眼世界趋势 通膨危机可还没解除 央行总裁杨金龙就点出今年全球经济 仍面临的四大风险 从欧美劳动市场吃紧 恐使通膨升温 以及欧美央行若因通膨降温不如预期 进而紧缩 也可能减缓经济成长 还有大陆经济仍存在下行风险 加上气候变迁加剧 大宗商品供应不确定性 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纵观风险除了第三项是会降低通膨之外 其他皆是会使通膨增温 我们台湾的经济是和全球联动的 所以说整个物价的升高 整个能源的上涨 我想台湾也是在全球的影响之下 一场打了一年多的战争 连带引爆全球高通膨 而这波冲击 台湾无法幸免 卷起的经济风暴也还没结束 这些新闻中的荣存月台北 裁缝报道 随着疫后观光旅游业迎来复苏潮 单旅宿业缺工又缺财 其中有三种人更是饭店业 急于争抢的对象 包括行李员 房屋员跟订房员 被称作饭店的裁员三住 不仅难以养成 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专业人士 因此有五星饭店还祭出了 5%到10%的基本薪资调升 欢迎来到文华东方酒店 正在大门口接待客人进出 协助房客入住退房 搬运行李的行李员 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有一定的外语及社交能力 是必备的基本功 别小看行李员这份工作 要帮客人提行李 叫车外还必须具备 外语能力方便和外国旅客交流 在第一线服务客人 对饭店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曾小姐您好 这边是您的行李 我能进来帮您放行李吗 将客人的行李顺利互送到客房 行李员都有接受聊天训练 方便和旅客交流 很多人将服务业视为低门槛 高劳动甚至是缺乏专业的行业 行李员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国际旅客 那我们在服务那些国际旅客的时候 需要有基本的英文沟通能力 才能帮他服务 他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会有突发状况 那所以经营变得要很好 随着疫后观光旅游业迎来复苏潮 像是行李员 房屋员及订房员 不仅难以养成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专业人士 缺工问题严重 是各大饭店急于争抢的对象 有五星饭店就开出比业界平均高的薪资 保障月薪三万六到三万七千元 希望新颖年轻人才投入 像我们在行李员 房屋员以及订房员 这三个职务上可能薪资都有被低估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疫情后的一个真财的部分 我们有重新review了他们的薪资的结构 去往上做了一个调生 以吸引就是有意愿 想要往就是这个三种植物去尝试的年轻人 就是可以兴他们加入饭店业 那为什么这三个会被低估 是因为他们其实是第一线要跟客人去接触的 那也是要去第一线去提供服务给客人 所以其实对饭店来说是最重要 平均来说应该有比其他的同业 多了大概5%到10%以上的一个 基本性的一个调生 疫后缺工又缺财已成劳动新常态 薪资绝对是求职者考量的重点 像是风电工程师属于高压高风险工作 就有年薪百万 另外ESG管理师也是近年来各行各业 不可或缺的人才 是企业永续经营部门重要职位 年薪落在60到85万元间 若担任上市贵公司永续涨一职 年薪则上砍300万元 在金融业方面 储备干部预计一到两年能升迁主管职 挑战百万年薪不是梦 金融业的储备干部MA 他是属于比较精英等级的这种职务 可能他要求的这种多亿的成绩都在800分以上 学历的要求可能至少都要国立大学 甚至可能要名校的这个硕士 那当然他的第一年可能还没有到百万年薪 但真的是有外派的机会到其他这个国家来注点化 应该加一些这个津贴化都有超过百万年薪的一个这个水准 不仅如此解封后的报复性出游潮 让客制化各种旅游行程的旅游规划师需求变多 像是有旅行社今年就预计扩大真材500人 产品计划业务等职务 薪资加上业绩奖金年薪有望上砍百万元 那里面比较印证比较多的是旅游业的包含产品的计划 然后还有业务人员 那尤其是业务人员这次我们也祭出有机会挑战百万年薪 那同时业务它如果通过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 还有一万元的这个奖金 其实以后的这个旅游的复苏 那针对国际人才我们也特别希望邀请 就是会有所谓的英语日语甚至西班牙文德文 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这个语言人才来加入 高薪低压的梦幻职业人人向往 但许多劳工仍受低薪之苦 政府当务之急是解决低薪困境 才能拯救台湾人才流失危机 TVBS新闻罗士彭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总房市也可以观察到是社会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说是这个沃互涨的数字 不断的在攀升 这是根据跟红不动产加值服务平台 他们统计到2022年的第三季 在全国加户中沃互涨就达到了 375万人占比是41% 而且你看到这增加的幅度真的非常快 因为10年就增加了75万人 尤其是在六都的部分有七成 首先新北市是67万台北也有42万人 在台中是41万人 为什么这样的比率是逐年在攀升呢 主要还是受到经济能力很多人提升之后 单身不婚的族群越来越多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开始脱离了原生家庭 自成一户 另外一部分是在高龄化社会的部分 老人宅住是528717宅 也比起10年前是翻倍的在成长 这对房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居住空间的需求开始出现了转变 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另外是无障碍设施的需求会越来越增加 因为人都会老 所以未来在这个房市的部分呢 官话比较完善的以及抗战力加的中小评数 可能就会成为趋势 台湾的大学如何因应TRAP GPT会禁用吗 香港大学开了第一枪 明文全校禁用TRAP GPT 为者还将视为抄袭 学生寄来的请求加签Email只有短短几句 看看AI聊天机器人Chat GPT怎么写 不到30秒就生成一封信 把为什么想修 这门课的内涵是什么 还有讲自己热爱学习新知识 以及承诺老师会认真完成作业 最后讲不声感激 AI从你的设置的这个情境的脉络里面 去产生它的一个回应 可是它的一方信息 其实起程转合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陈述它的诉求 Chat GPT语句通畅 如果不满意它这次回答 按下regenerate这个键 还可以帮你再换个描述方式 甚至贴上英文文章 请AI帮你检查语法和单字 有无错误也都OK 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把很多的事情 先经过它整理之后 给你一个架构 给你一个音架 这个音架就是一个雏形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学会怎么去善用它 而不是把这个音架直接交出去的话 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工具 或者是教学的应用的工具 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就是说到底这学生写这么好 你会怀疑他到底是深层 还是他自己写的 可是人可不可以写到这么好 当然也可以只要他很下功夫 所以未来在这个界线上 就很难去很清楚的去抓得出来 那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 其实还是要透过当面的误谈 然后透过这个讨论 本身在教程式的李启隆老师就说 AI的浪潮是挡不住的 与其防堵不如师生都要去学习 怎么应用它 而Chat GPT还是有其局限 以这门程式专题课来说 学生丢出一个问题 用minimax跟alpha beta简直 去做AI无子棋的程式 结果AI被拷倒了 可能写需要收集资料的作业 就会用到他 像是要找什么历史资料 可是Chat GPT有时候会出点错误 所以本事还是要具备点 基本能力去判断他 是不是讲是否正确 我要做智能交通的规划 那我可以问他说 通常就是智能交通的规划 可能需要哪些步骤 那他可能回答我说 需要资料收集 然后一些简直 跟最后再产生分析 然后去做一连串的步骤下来 那这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那后面我会自己再 就会比较明确的方式 去做查询资料 而因为Chat GPT很强大 衍生出大学生 可能透过AI工具 写报告论文等议题 香港大学宣布全校禁用 台大则是表示 对于新兴科技的发展和使用 一贯采取正向接纳的态度 清大也针对Chat GPT 成立专案小组 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而看过AI应答的好表现 许多老师也在重新思考 出题的方式 我后来自己跟Chat GPT 玩了几次之后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不太能够用这种传统问他 A学说 B学说 C学说 综合整理 整合能力是他最强的 所以不再能够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后来就改成问生活 然后从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思考 比如说根据我课程的主题 找一个现在生活上会出现的面向 比较是真正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让学生去思考 那再来就是他对时事题 其实反应也还没有那么快 因为他有一个资料库 不是还没有办法更新到那么快 找出方式来鉴别学生的程度 和消化了多少知识 也让学生了解这项新科技的应用 正面迎接他 因为每个程式码都要 就是可以写附注码 那这个附注就是要用他自己的话写 他就算是超确HTP 确HTP给的附注也是短短一两句而已 如果你要用自己的话写 其实你还是得去理解程式码在讲什么 我是跟他们提醒 就是说如果你要用确HTP 做你平常的home walk 你就是每个每周每周每周的 就是回家作业 就是基础课 但是你到了期中考 因为期中考是在 本来我就是在教室里面考 并不是因为确HTP出来 才在教室考的 那期中考我们就是考 就是coding嘛 你三个小时内要写完 我就说如果你真的 就是平常的作业都仰赖确HTP 你的期中考是绝对不可能过的 老师自己先了解 Chad GPT的优点和缺点 导引学生正确使用观念 就可以让Chad GPT发挥效用 协助教学和研究 新科技不必然是弱化思考 就看你怎么用 TVBS新闻 柯顺手消音 强文艺姐听不到 诈骗现在越来越多 警方都得跟民众劝说开导 就来看看新北市沙伦派出所 有一个远警叫蔡博润 他可以说是诈骗集团的克星 去年光是他成功阻诈二十件 听到这数字 现场所有人都倒抽一口气 你原本预计大家会多少进去 一千 一千万 清医药会出这大笔钱 就知道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但远警自有一套方法 变说你的钱看得到吃不到 最后 最后你原本丢进去的钱 你也拿不回来 不光只是说这诈骗 而是列举所有最坏可能 最后没有争执胡闹 圆满收场 成功拦截巨款一千万 工程就是他 今年三十岁的远警蔡博润 106年特考班毕业后 就到沙伦派出所服务 已经从井四年 别看他年纪轻轻 光去年就组诈二十件 今年一到二月就有八件 其中一千万元 荣登组诈月冠军 这应该是目前的主战的冠军 对 有知道自己有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就是他的日常 已经组出心得来 这回他也曝光小诀窍 那其实以往出一点案例的话 有些他们提供的东西是会类似的 例如说群组的名称 你用群组的名称去查报案记录 就会查到说有些民众 也是因为这个群组而受骗 但这套方法也不是万能 因为蔡博人一到现场 就要马上分析 是什么诈骗类型 有时候还得当起演员 喂你好 我是他儿子 你有什么事吗 这是一名富人 接到自称儿子的诈骗电话 已经毁了一万元给对方 这次又想来买游戏点数 蔡博人一通电话轻松解决 但接下来他转变角色 把富人当自己的妈妈 温柔辅导 身着制服 那不然就是在服务诊 证明说的确我们是 真实的警察身份 那其实民众要怎么 处分他的财产 这是他的自由 那我们也只能冲廊 就是持续协助他 虽然现在有通报机制 可以不用一直盯着民众 是不是又要去下一间汇款 所以第一关 是否能成功非常重要 加上不能使用强制力 所以得用说的 要成功说服一位 平均得花一小时以上 主要是 这些都是那个民众的 协案钱 就是他们辛苦工作 所赚来的钱 蔡博人也说 虽然有失败案例 直到民众被骗了好几次 才大梦出行 但这些曾经被他 从诈骗深渊拯救出来的人 也曾到派出所来跟他道谢 因为他不仅是执法 也用耐心跟爱心来执行 原警穿制服购买餐点 还被民众PO上网 质疑不专业 虽然警政署已经命令 这是可以的 但原警很辛苦 其实警察也是冷 就是也是需要吃东西 谈得慈情的辛劳 资深原警 满满干苦谈 基层底下的警务都如牛毛 过去甚至有忙得错过用餐时间 上街穿制服买东西 都会被民众认为是不专业 几年前有民众拍摄警察 穿制服购买餐点的照片 批评这样的行为 有为警察专业形象 甚至认为军人也不能穿军服购物 还建议警戒跟军方 要太除这样的同仁 虽然警政署好几年前 就已经明令原警 能穿制服购餐 但原警私下表示 警察买东西 仍会被许多人放大进检视 穿着制服的基层人员 满满心酸 警察工作真的是包酸包怀 就什么都要做 而且就越做越多 所以就是接任同仁 就会很辛苦 通常大家放假在休息的时候 就是警察最忙的时候 常常过年过节 也都没有办法好好跟家人一起去团圆 那我是觉得这是比较辛苦的地方 当时的警政署长王卓军 就告诉我说 他就要督察室去检讨 为什么我们同仁不可以穿制服去买 所以这样的检讨 一直到陈国恩 后来接续当署长之后 就变成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 为了提振警察同仁士气 警情加紧提高议题也发酵 警政署表示 军工教员工待遇统调案 去年调清4% 从1995年至今 累计增加33% 但警情加紧已经28年没有调涨 警察业务也越来越多 辛苦程度也增加 内政部长林又昌 参与署务汇报指示 研议提高进行加紧 将近30年没改 不止如此 我们还有很多 包括超勤加紧 也是只有到最近 才微调2000块 但是又因为我们现在 警销的勤务心志 他有规定什么外勤人员 外勤的一个月只有80小时 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工作 开助所的首长告诉 他一个礼拜的超勤 搞不好就已经60个小时了 根据现行制度 进行加紧分成三级 每月支出数额都不同 第一线外勤人员领第一级 8435元 初步方案 沿你提高4% 每年经费月增加 4亿2000多万 警察大学 属属机关中队等单位 属于第二级 7590元 沿你提高10% 每年经费增加 10亿6000多万 其余大多是三级 6745元 沿你提高15% 每年经费增加15亿9000多万 估算三个方案下来 增加30亿7000多万 这种改革不应该是挤牙膏式的改革 而应该明确的去反省说 警察人员过去在超级加班费的议题上面 其实计算的基准 无法确实的反映警察人员的劳动价值 那在劳动基准法的规范里面 其实有关于加班费 是有加成的制度 以及全新计算的制度的 消息出警戒士气大震 原警表示 虽然2023年1月开始新勤务执行制度 大部分检查单位已经调高可以领到19000元 但新进原警看得到却吃不到 因为年轻同仁薪水低 大部分原警每日只能超勤两小时 每月超勤加班费落在8000到1万 有底薪比较高 以及少部分的人每天加班4小时以上 才有机会每个月领到超勤的1万7000元以上 制度上面已经有前进了 那只是如何落实到各地的 派出所以及警察机关 那这个是观念上面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做调整的部分 基层警力杂物众多 提升加紧盼望振奋士气 让警察同仁尊严地位往上提升 天约新闻陈友详来明台北财问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